这些要出货给谁的 湘西音乐五月天 所以最近还赶他的货吗 对 会很累吗 不会 我们觉得忙得很值得 很感动 就是很歇喜五月天 五月天订的是这个 所以听到他们订了我们的名产 很高兴 很高兴 很期待他来花莲 当然了 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那有人来跟我们订花莲署 订了好像三千盒 那我们当时 因为一开始没有明确知道 是什么单位 那我们一天到这个数量 其实同事就提醒我说 这个要查证一下 说好像这数量很大 然后隔天呢 我们另外一个关系企业 又收到一个订单 这次是订五千盒的办手礼 他说他们是相信音乐 那我们其实不太相信 因为我们觉得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订单 我当时还很好奇说 这么多的办手礼 中秋礼品要送给谁 他说他们应该会送给一些 偏乡的公益团体 或弱势团体 那其实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他们所谓的振兴花莲的经济 不只是要来花莲办演唱会 而且实质的在花莲 各名产店 还有农特产 还买到乡下 我记得好像还有 还有那个什么安通 或者是哪里都有去采购 我觉得他们很棒 其实当我们知道是五月天 确实是由他们来订购的时候 其实很激动 非常惊喜 我必须讲 这不只是我们这一年来最大的一笔订单 恐怕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单一客户 一次就订了三五千份的办手礼 这个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五月天 他是真正在关心花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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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